今天我们来做素食包仔饭搭配流星蛋 挑一款饭户刚出的中华筷煮包仔饭 砂锅是一起送过来的 简单开锅后加入米饭水或者烤汤 中小火煮10分钟倒入油 腊肉煮一个无菌蛋 转成小火焖上5分钟 开盖后淋上酱油和葱花 自己加点辣椒粉 流星蛋搭配腊肉酱饭 方便好吃 今天做一个中餐厅同款的老腰宝 同样也是作为浙江人的我 家乡的味道 从小吃到大 这个味道是流淌在血液里的 准备好老鸭火腿姜片 开中火冷水炉火焯一下水 煮的时候撇掉浮沫 捞出里根 捞中大火把鸭块炒上色 上色才可以激发出它的味道 放入灵魂的火腿片 手撕泡发好的色彩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花雕酒生化一下它 酒精挥发后倒满水 放两块老冰糖提一下鲜 盖上盖小火炖两个小时 不需要放盐 味道都来自于食材的本身 太鲜了小时候的味道 做美食博主这半年 吃吃喝喝什么都好 就是要天天做清洁 门先生的懒人水 无需过水 配方也非常温和 搭配它的终于有五清解枝 真的是我每天必备的两瓶 上次呢有个老铁私信我 阿南你堕落了 你作为一个美食博主 虽然用咖喱块做咖喱 那我今天一定要分享一个 不用咖喱块做咖喱的配方 洋葱切丝大蒜生香口磨 磨成泥 接下去这个配方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双击屏幕截屏 然后开始炒 每次都要当做一次修行 洋葱不断的翻炒脱水 变成焦糖色后 锅底的那些搭底就是味道的本身 中份翻炒后我们开始放湿料 一般罐头番茄会比普通的番茄更有滋味 加入热水 咖喱的底做好了 快速的把牛肉煎上色 咖喱底和牛肉一起放入锅中 刚刚所有的锅用热水吸底 然后再把所有的热水倒入锅中 放入盐糖味醋 小火再熬制一个小时 完成 我这个人呢其实很享受做料理 但是不喜欢洗碗 还好有洗碗机 以及和它标配的 finish量子其境 洗碗年珠 对于去煮一些顽固的污渍 效果特别好 洗的正量还能保护餐具 大家好我是阿南 教你们如何快速的煎完美的牛排 你需要一个厚底的炭干锅 牛排调味先撒胡椒后撒盐 大火热锅加橄榄油 不用纠结翻面到底要翻几次 但是饧肉是很有必要的 锅不用洗可以煎些蔬菜 加水后的高汤大火收成酱汁 就这样牛排蔬菜酱汁 一锅到底一气合成 牛排冻请慢用 今天我的食堂来了一个有趣的客人 自己带牛排过来 让我给他做一个最纯粹的牛排冻 那我就用最纯粹的方法料理它 用直火的烤炉和焚火器 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牛排的表面产生梅拉德反应 快到牛排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好了 然后我们醒了五分钟 用最快的刀最快的速度 切成一毫米的薄片 然后快速装盘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男人姓语言 来自肉介 他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把优质的食材 从全球木上搬到你家餐桌 你们信不信自己家做的烤制 比外面买的更香 超鲜嫩多汁 准备一只小嫩鸡 用剪刀去掉背部的骨头和皮皮 对着中间的软骨给它拉一刀 这样平铺开比较容易受热 鸡翅间可以反扣一下 正反两面都撒满五香粉和盐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进烤箱前洗掉腌料 用蒸烤一体机 可以大大提高烹饪的效率 先蒸模式8分钟 然后我们取出把皮擦干 接着我们用生抽 分泌 胡椒粉和蒜泥做个酱料 给它正反面都均匀上酱 稍微静止一下以后 然后把它放回烤箱 热粉模式上下火200度 每面10分钟 最后这点您们真的是绝了